大家好,歡迎來到靜的廚房 今天我們做焦糖布丁 首先將烤箱預熱至350華氏度180度 食材很簡單 雞蛋2個,牛奶200克,一湯匙白糖 攪拌之後會產生很多泡沫 過篩一下,這樣口感會更加細膩 放在烤盤中 第一次烤,350華氏度180度15分鐘 這是第一次烤出來的狀態 表面已經起了一層薄薄的蛋皮 要想表面有焦糖的顏色 這時候我們就灑上一層白糖 白糖多的地方,焦糖的顏色會更深 我們可以稍微灑多一點 第二次烤,350華氏度180度10分鐘 我們的焦糖布丁完美出爐 表面微微的隆起 非常的漂亮 糖聚集多的地方 就會起著焦糖的顏色 看到這裡,你是不是要給我點個贊呢? 如果喜歡我的美食頻道 請訂閱,點贊,轉發給你的朋友 也歡迎在社交媒體上 與你的朋友分享 如果有疑問 請寫下您的問題 哪怕只是添加一個表情符號 我也會很開心哦 這對我頻道的發展很重要 非常的感謝